人这一辈子就是和尚砍华教 空欢喜一场啊 阿弥陀佛 无量天尊 阿弥陀佛 无量天尊 行了 阿弥陀佛跟无量天尊能念一块吗 谁这个奶尊是真神啊 凑我一块念吧 和的人和老记这次被祖团推到了菜市口准备问斩 眼看展男装男模的大刀就要砍下和的人和老记也慌得一批 那么这一切的开始还得从智能人工助手刘全说起 老爷 轿子备好了 该上朝了 刘也 诶 早 这一声刘也把刘全给吓得一跳 和府第一杀手 人工助手刘全颤颤颈巍巍地吐出一句 你自活了 众所周知 小气把这个人人好不了一点 但是找遍瞎话的能力还是有的 说自己是不小心磕到 和的人无视了阴阳怪气的门房小元 跟刘全说自己告病 对此张总的评价为 看过红中解析阴沉宅男的老观众是知道的 何大人这是致敬了一波礼貌派逼宫代表Bug 何大人这么病得恰到好处 老记就倒霉了 张总 横竖就找季晓岚要人 红莲了 老记哪知道人在哪里 搁这插磕打混 想门关过关 被我 这还是京城吗 这还是镇的天下吗 张总是真吼 今天有人赶在前门楼子放火 明儿个就有人赶在前行宫来接我 不用明儿了 今儿已经开始接了 理过什么的 臣这就去查办 张总告诉老记 一个说淑女你都找不着 你甭当大学士 老记下了班 二话不说 就去找病得恰到好处的何大人 他无视了刘全的阻挠 冲进房间 就看见何大人可可连连 还有点胖的躺在床上 长虚短叹 自己难受 自己起不来床了 核心观点就一句话 我实在是不能助一并之力了 那何大人病得正是时候 老记脑海里也响起了上厨房 中央处理机的声音 等陆姑娘来的时候 就看见老记开始学起了女红 是大伙应该学会秀的 不然只穿不秀啊 就好比只读诗 不会写诗一样 算不得个风雅 我恶心啊 大老爷们 秀什么女人赌兜啊 老记邓是大怒 你抖个蹬着你 那么问题出现了 何大人病了 记大人疯了 谁坐不住了 那自然便是 但兴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乡 大金兴是沙气马的好尘村 大义吉利路的小妃子 我的小尸管强顺买人 神中诚的文物守护者 黄金马统上大层诗 唯一万手诗的寒金量 隔二代的伏笔人 碾边霸琴的粉碎者 大小和瘦的活胜人 转世领土的金户人 爱心觉罗 栗子这次上朝 就询问了一下 老记 你这个花绣的怎么样了 咱们老记 是给个梯子就往下滑呀 开始喋喋不休的 跟张总上课 这个绣花怎么绣 先要画好图案 然后再一笔一笔地画 纤细的是蓝 绣意的是橘 圆润的是牡丹 茂密的是蔷薇 我喜欢蓝的脱俗 我就找了一段蓝线啊 开始绣蓝了 张总听明白了 感情你也是疯得恰到好处 不过张总是明白的 你绣吧 绣花也得给我找人 这么一说 老记就只能找 自己的好兄弟了 老爷 记得人来了 那老记这次来找何大人 主要目的就是一个呼吁 我问你皇上到底说什么了 你病的不是时候 皇上真是这么说的 这还用皇上说吗 这下何大人也不能装病了 蹚一下就起来了 我能小跑了 我还能大撬 求着老记给自己作证 你现在躺在床上 让我一个人里外张了 这么白忙我 我告诉你啊 我不干 哎呀不对不对 何大人开始哄老记 一二来去 两个人就得想办法 现在的问题是 皇上要听书 要听红莲的书 老记一语惊醒何大人 红莲这人他没见过 红莲这个人他没见过 既然张总没见过红莲 何大人心里 隐隐有了个想法 就见何大人 先是找张总报告 说自己病好了 张总也不客气 病好了是吧 三天后见人 哎呦 晕 何大人下了班 一溜烟就去找了老记 那么此刻老记在干什么 苦酒入喉心作痛 一把搂住何大人 吃不开又吃酒没有 你想吃折来了吗 没折 没折你怎么高兴 没折还这么吃吃喝喝的 反正没几天活的了 爸 还吃吃该喝喝的啊 老记这次 是亲自给何大人倒酒 但求一个死的明白 甭管他那么多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哪管他日 命归夕 整日里担惊受怕 不如一醉方休 曹梦德说得好 何以解忧 唯有 渡炕来 何大人喝酒 何大人瞅着老记 这模样就开始劝上 记呀 你听我一句劝 你得知冷情 你别异谋 你别欠我 可没想到 老记吧这个人 人挺不错 也挺有活的 就是喜欢折腾何大人 任红尘天上飘 任小孩拍手笑 我醉了 探人生 怎么就睡不下 用现代化的语言就是 你开摆就完了呗 这给何大人气坏了 老记是指望不上的 还得指望哥们自己 于是 他安排了刘全找人 果然 三天后 张总就得知 红脸找着了 何大人 里边谁啊 红脸 好红脸好 老记心知肚明 选择了看破不说破 随着何大人那一声开始吧 黄帐里的红脸 就开始弹唱了故事 这小曲儿 弹得又巧又好 不多时 太后也带着陆姑娘 来听书了 听着红脸的谈书 张总还贴心的 跟老妈解释 娘啊 这是南城的 说书名家 红脸 这一回想的是 老蛋丁独闯 冠雄市 李三光 夜叹交界地 陆姑娘你笑什么 这哪是红脸啊 红脸是用说的 她是用唱的 别闯了 事办不成就办不成嘛 七阵好梦啊 看着张总铁青的一张老脸 和一脸无辜的陆姑娘 何大人和老记 新凉的半截 那张总的办事 效率也是杠杠的 紧急开了会 下到圣旨 就给何大人和纪小兰 打包在一起 这处行台上 何大人和老记 是一顿狗丝猫咬 一个说对方病的是时候 一个说对方 就想着就花 这一顿拉扯下来 愣是没斩 就见金蓝殿上的张总 双手抱胸 这两位大臣 都快要被斩了 你们中间就没什么人 想替他们求个情 只是张总万万没想到 在这条时间线 殿内群臣 意见居然挺统一 皇上惊口欲言 臣等要是多嘴 那就更欺君了 殿内群臣 是压根不懂张总的心思 他阴沉的脸 坐在黄金瓦筒上 等着有人来递梯子 你们是无本可揍了啊 臣等无本可揍 张总点了点头 决定跟这群老灯抱了 让贵习 把御膳传过来 今天不给何大人 和老记求情 你们就搁这耗着吧 瞅着半天没动静 何大人开心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 说明百贵们正在死 见皇上 力保咱们俩不死 何大人和老记 咋也不会想到 这群殿内老灯 知道皇上要梯子 更知道 没有何大人和老记 他们的进步空间更大 咱们今天跟皇上 就这么干号着 一言不发 他们一言不发 张总也没整 最难顶的 还得是刽子手 这两个大哥 临时被通知砍人 顶着大太阳 占了大半天了 愣是没等待消息 只能哭哭睡觉 你这给张总点火 张总是真点了 刑场上 马蹄响起 一声开展 让当朝两位重臣 都陷入了 不可名状的惶恐之中 何大人 贪软地倒在了 好兄弟的身上 似乎一切都要结束了 禁乱殿内 就借一小太阳跪下 大声呼喊 皇上 有人闯功 已经被禁军抓住了 张总他要的梯子来了 来者自称是 罪臣和尚的家奴 事关紧急 要面见圣上 张总抓紧时间 不多时 门房小元 就带着红莲来到了张总跟前 皇上 红莲找着了 张总 已经被何大人忽悠了回了 询问了一下真实性 红莲亲口承认 老娘就是货真价实的红莲 张总 把陆姑娘召唤了过来 得到了确认后 询问 你是怎么没的 红莲也给出了合理解释 说狱卒把自己抓进去的时候 喝醉了 才把自己给放走了 除了狱卒 就没别人牵扯其中了 那殿内群臣 就充分地诠释了 什么叫传统民间艺术 臣以鼎带担保 他人对皇上 绝无二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张总说了免罪 那肯定是当下留人 和达人身边是围了一群大臣 个个都说 自己是冒死相见 才让和达人免于一死 有你们在 我和神死不了 事业 和府召开了宴会 庆祝和达人死里逃生 和达人第一杯酒 敬给了季晓兰 说跟他同生共死 是过了命的好兄弟 第二杯酒 自然就是给 为了这碟醋 才包了这顿饺子的 他就是 我和府的门子 袁洪 当此事奉日下之时 此种精神 说为难得呀 甭管这小园 平时有啥嚣张跋扈 今天和达人 是给足他面子了 当然 张总也过来 给两人一个甜枣 毕竟 袁洪再不来 张总还真愿意丢面子 所以 他亲自来到了和府 别以为 朕舍不得杀你们俩 关键是 朕的励志 还不至于如此之差吧 皇上胜命 二位受委屈了 别往心里头去啊 往前看 这一来 是为了给老七和达人面子 二来 也是来听听 这传说中的红莲说书 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和达人 早就在后院准备好了 唐言道 做买卖不着纸一时 讨老婆不着 使一试 张总和桓桓 听得津津有味 可独独是这书 讲到一处诗文 那尽 愁难尽 春归 人未归 招来 天寂寞 不肯 是 心 一 红莲眉目含泪 声音哽咽 可谓 会声会色 讲得好啊 这能不给一个一键三连吗 张总毫不吝啬 赏钱和手帕都刺下去 这相当于 是一跃从街头一人 升级到了国家级 说书签证 遇刺手帕 往书场前一挂 寻常 哪敢有低脾流氓惹事 散后 铁三角都从诗文里 听出了不同含义 和的人和老季 选择装傻 只有咱小栗子 触发嘎了game开关 第二天就来找红莲呢 都看出来了 你一定遇到难处了 跟我说吧 没有 很好 那张总来了 和的人和老季 也来调查 一时间 三人坐在一起 一顿闲扯后 张总问出了问题 小声问一句啊 在江湖 远不远呢 这一句话小声问 就引出了 野三角 五门卖艺 修大侠 物捉乾隆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三年催更红中 血快点 拜托了 这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